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武器有的正在研制 有的已进行实战测试 然而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 无法拦截 那么这些顶级武器 到底有什么威力 又是否如俄罗斯媒体报道的那样 名副其实呢 本期军事科技为您详解 俄罗斯六大杀器 威力几何 敬请收看 太巡军事科技奥秘 纵览世界军事风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军事科技 前不久 精彩分成的俄罗斯世界杯 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球迷的目光 而在球场之外 俄罗斯的战略武器也不甘寂寞 2018年7月19日 俄国防部公布了六段高清视频 展示了今年3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 首次公布的几款 新型武器装备的测试 和最新发展情况 可以说 一项以强硬著称的俄罗斯武器装备 再一次向世界秀出了肌肉 2018年3月 俄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 曾披露过这些最新式战略武器 当时大多数视频 只是计算机模拟动画 而在短短的四个月之后 俄军方就公布了武器测试的视频 而在这其中 最引人关注的 就是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新型RS-28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预计将于2019至2020年 开始列装服役 萨尔玛特导弹长度超过35米 弹头总约10吨 这些重达10吨的弹头 能够携带10到15枚分岛式核弹头 通过北极和南极 到达世界各个地方 一个就是射程超远 它的射程将达到17000公里 第二个就是多弹头分岛能力 它还可以携带 就是未来的高超声速的弹头 因为现在它带的 不管它带多少个弹头 它都是一个抛线运行 但是未来的高超声速弹头 可能是离开这个 运载火箭之后 它还可以进行加速 或者说按照不规格的弹道 进行这种机动滑向飞行 这个对图防来说就更困难了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末 俄罗斯就开始研制的 R36M撒弹洲际导弹 是当今世界上现役导弹中 最大射程 运载能力最强的 洲际弹道导弹 但就是这样一款 威慑力巨大的导弹 也迎来了它的下一任接替者 这就是代号为 RS-28的 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俄罗斯一直是比较重视 这个弹道导弹 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 这种大动物的 叫做绝杀性的武器 那个砂弹那个弹确实很厉害 但是时间太长了 60年代就研制了 按照它原来这个弹的寿命 应该到2010年左右 这个弹就应该退役了 到了2002年曾经宣布过 把这个弹的 把这个SS-18砂弹 延售到2014年 但是2014年以后怎么办 所以就在2009年 他们赶紧搞了这个萨尔玛特 根据俄罗斯媒体目前的数据 萨尔玛特导弹 预计在飞行试验过程中 还将进行至少五次 发射投掷试验 而俄罗斯也将为新型洲际导弹 拨款770亿卢布 约合16亿美元 俄罗斯军方高调宣布了 萨尔玛特的研制进展和部署计划 俄媒体也对其快速打击能力 毁伤力及研发装备速度等大力宣传 那么俄罗斯为何如此高调 展出萨尔玛特呢 俄罗斯现在经济又不是特别紧奇 没办法去搞那么完整的一个武器体系 那么就是还是技术它的劳本行 叫做鸭昌石这种洲际战导弹核导弹 用核威慑来保持它打国的平衡 所以我想这个普京在目前 特别是他重新再次担任总统之后 做出这么一个决定 来确保他整个国家安全的稳定 今年3月俄罗斯国防部向全世界网友 启动了新型武器的争名活动 最终其巡航导弹被命名为海燕 我们知道在高尔基的诗作中 海燕被誉为勇敢精神的象征 同时也是风暴的预言者 可以说非常的符合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特点 与此同时激光防空武器的名字 则来自于俄罗斯民族英雄佩列斯维特 而最新款的核鱼雷则被命名为波赛东 在希腊传说中 海神波赛东挥动着三叉戟 能轻易掀起滔天巨浪 给这些末日武器赋予如此示意的名字 可以说是非常的俄罗斯范儿 那么这三款新型的武器装备 究竟是不是名副其实呢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在本次亮相的六种武器中 最让人脑洞大开的 要属海燕新型核动力巡航导弹了 将一次性核反应堆 安装在空射巡航导弹上 让导弹飞行获得核动力 可令此前射程在 1000到2000公里左右的 常规动力巡航导弹 实现1万公里航程的洲际打击 成为战略核威慑能力的一环 海燕这个弹现在 在世界上目前来看 还是个独一无二的 独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它的核动力 核动力的原理是 用核裂变那个物质发热 把它当燃料 然后通过跟空气燃烧 产生一种推力 它现在走的就是这个路线 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那个燃料物质 它是效率很高的 它不用太太多 它通过了核物质的裂变 产生了这种热量 就够它用的了 它的航程非常长 推测它的数据 能够打1万公里 这就很下人 早在冷战期间 美国就提出过 超级核巡航导弹 冥王星计划 然而 因其核燃料喷射的 含辐射伪流 但有强烈放射性 而最终失败 如今 俄罗斯媒体表示 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 即将进入测试阶段 似乎又燃起了 核动力导弹的希望 然而就在今年的5月22日 美国媒体援引 美国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称 俄罗斯对这种 核动力巡航导弹的测试 目前均已失败告终 在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测试中 导弹也仅仅飞行了几英里 美国媒体更是用异常尴尬 来形容这几次失败的导弹测试 那么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传说 究竟能否成为现实呢 它为什么能飞22秒 就是说靠着这个初始发动机 给它提供的动力 按道理你初始发动机动了以后 你这个自身的发动机应该启动 可能没启动掉 第二个就是那个核裂变的物质 你是完全暴露在空气之中的 你必须开口空气才能进来 那么你核物质必然要扩散 当时冥王兴搞的时候 人们就形容它是一个 沿途抛洒核物质的这么一个脏弹 外界议论非常大 所以它这个弹 海燕这个弹 还是个设计构想吧 可能要真要实现装备 还有一段路要说 波赛东无人潜水器的载体 是比尔哥罗德核潜艇 即95A的改进型 这艘潜艇携带核鱼雷推进系统 以及水下无人飞机 俄罗斯媒体报道 波赛东无人潜水器 将于2018年至2027年内 交付俄罗斯海军 波赛东无人潜航器呢 也有人管它叫鱼雷 有些数据说它是直径达到三米 其实就是个 就是小型无人潜艇 俄罗斯也通过一些视频 也是隐隐绰绰地把它公布了 公布的时候有些关键部位 像那个罗宣蒋 还打上了马赛克 还不让别人知道 这个鱼雷呢 它跟我们传统理解的 鱼雷概念不太一样 传统鱼雷给人理解就是 我一定要击中传播目标 我是打点的 这个弹它设计的很有 那个想法很新奇 它可以说是个面积宏大 面积打击目标 俄罗斯总统普京 曾在国情咨文中 表示这款高速水下系统 有洲际射程 能够携带核弹头 可以同时瞄准航空母舰 和沿海设施 当它带这个核弹头了 不是说我要摧毁哪个 你哪个固定的目标 不管是固定的 还是这个机动的 它是制造海啸 可以掀起那个500米高的 这个海啸一般的这个浪 当然了 它航山还非常大 浅深能够浅1000多米吧 这个是一般的浅点都达不到的深度 这样就可以避免被人收缩 佩列斯维特激光作战装置 有两台大型拖车上的 一体化激光发射装置 和多个指挥和支援车辆组成 而其具体性能目前尚未公开 而据俄罗斯媒体透露 该系统旨在致盲 敌防无人侦察机 和导弹系统的光学电子设备 从而进行防空和导弹防御 俄罗斯国防部则表示 该作战装置 已经交付俄罗斯空天军 相关人员正在进行训练 这个是俄罗斯 它这次公布的EP中 比较具有心意 比较有时尚的一个武器 有专家判断 它应该是能够射到大气层以外 能够达到200 300公里以上 这样就可以照射到卫星 它不是杀伤性 它是致盲性 把你这个光学武器给 你的光学系统给你致盲了 让你瘫痪 让你无法工作 近日据外媒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高调晒出了 六种战略杀手锦武器的最新视频 据报道 这些武器有的正在研制 有的已进行实战测试 然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 无法拦截 那么这些顶级武器 到底有什么威力 又是否如俄罗斯媒体报道的那样 零负其实呢 本期军事科技 为您详解 俄罗斯六大杀器 威力几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战略武器对于俄罗斯这样一个 经历过冷战时期的国家来说 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是这几样武器装备 作为俄罗斯新一代的战略大棒 就算每一样单独出现 都可以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头条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这件武器装备呢 被称之为能够突破目前 所有反导系统的新型导弹 可以说从前面的武器 出鞘之日起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视频显示 俄罗斯空军使用米格三腰战斗机 和图22M3轰炸机 进行了其最先进的 匕首导弹的发射演练 这是首次公布图22M3战略轰炸机 挂在匕首导弹的影像 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 于2017年12月服役 搭载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飞行大队 已进行了约350次飞行 从2018年4月开始 搭载匕首系统的米格三腰飞机 已经开始执行定期巡逻任务 从它现在公布的视频来看 打固定目标 就是采用了我们现在 术语叫做灌顶攻击 就是基本上是90度的垂直角 往下打 那就不光靠它的战斗部的爆炸 它自身那个弹的贯通力 它这个摧毁力还是挺大的 射程能够达到2000公里 这样也远远超出 现在一般的空射巡航导弹的这个距离 再就是它这种高炮弹道 然后垂直向上俯冲 用反导系统来拦呢 可能也有一定的难度 笔手高超音速导弹长约3米 最远射程超过2000公里 可用常规弹头或核弹头 攻击地面水面目标 在飞行末段 这款导弹的前端 会启动全天候自动寻地装置 使导弹准确攻击 预先设定的目标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笔手导弹具备攻击移动目标能力 并专门指出 可以攻击大型水面舰艇 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等各种军舰 其实它为什么没有公布实际视频呢 应该说实弹实验还没到那个阶段 打船的话比打地面固定目标难得多 你在向2000公里的距离 你在向目标飞行的过程中 你又怎么实现能够跟着它的 移动的轨迹去走 到了最末段 这个弹它应该是装了 最后装了末引导装置 应该是带着主动雷达 照住目标引导弹去做 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船 还是在运动中 你的速度又挺快 你能不能调整过 你的飞行车才打动目标 这都是问题 据称先锋导弹 使用大型火箭助推器作为载体 在发射之后 会冲出大气层做自由飞行 其飞行速度可达到20马克 按照这个速度来计算 先锋导弹能在15分钟之内 从俄罗斯境内抵达华盛顿 并且其20马赫的飞行速度 也是超过了美军寄予厚望的 电磁炮的7马赫飞行速度 因此俄罗斯官方表示 现有的武器装备 难以拦截这款先锋导弹 这个滑翔弹最大的优势 就是在于它的弹道的可变轨 飞行物在空间中运行的话 到了一定的速度以上 它会再产生一个等力之体 你雷达即便罩住它的话 是一片云雾 它形成不了光点 为什么现在有一些国家 在想办法再发展这种武器 就是在于它对于 现在的防空防天体系来说 它是个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变化 先锋与传统弹道导弹的 不同之处在于 它不会按照弹道轨迹飞向目标 而是在离地面数十公里的 大气层以高超音速飞行 可改变飞行方向 可绕开反导系统 飞行轨道变幻莫测 这种弹说起来很吓人 它的效果是很强烈 但是要实现 达到这样的指标 它自己也有麻烦 第一个 飞行姿态的控制 十倍以上的申诉 意味着你这个东西 不能发生任何的变差 再有一个 等你这体的出现 固然敌人的雷达看不见你 但是你的 跟它的通行联络也是不存在的 也就是它飞出水后 你根本就管不了它 所以它要把这个东西弄好的话 它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攻关 在如今各国弹劾色变的敏感时期 俄罗斯如此高调宣布 六大杀手锏武器 背后究竟有哪些考量呢 你看它这些武器都没有平台 全是弹 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呢 其实就是狼中修舍 没钱 我就从弹上下功夫 用做一个弹的技术 难度和经济投入 肯定比它做一个新的飞机 一个新的舰体 要省事 其实它中间好几个东西 其实都是在按我们说法 可能连概念研究 刚才达不懂 还是个构想 急于把它弄出来 也是想去给相关的国家 一定的影响力 同时也要振奋一下国民 如今距离这些战略武器的亮相 已经过去了近一个月 但全世界媒体恐怕 仍然在消化这些 惊人的军事信息 可以说这些带有 黑科技色彩的尖端武器项目 哪怕只是掀开冰山一角 都有可能引发 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 而在未来 它们又将如何发展 我们军事科技栏目 也将会持续关注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获取更多的军事资讯 欢迎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央视军事科技 微信公众平台 观众朋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那么什么是电磁炮 它与常规火炮的区别是什么 目前处于什么样的技术水平 未来战争将会应用到哪些方面 军事科技为您揭秘 未来高科技武器电磁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